随着近期Omicron在北美的确诊人数日益下降 大家都在期盼着新冠疫情结束的那一天 但还没轻松几天 又有一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扑面而来 经调查 最近在英国、丹麦、瑞典、新加坡等国 出现了一个源自Omicron变种病毒的新变种毒株 目前各国专家已经开始正式调查这位Omicron的妹妹 初步结果发现 其传播力和感染率可能会更快更强 就现代的形势而言 病毒变种一刻不停 新冠疫苗可能成为了人类消灭病毒的唯一手段 最近辉瑞公司倒是传来一个好消息 新冠病毒全系列变种有望被一举攻克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近期英国卫生安全局一直在调查一种 被称为Omicron's sister的毒株 也就是前文提到的Omicron的新变种 并且竟然发现这种Omicron毒株的亚型 BA.2 在去年12月初 原始Omicron毒株开始传播不久便出现了 英国通过对426例 BA.2亚浦系进行测序后 发现BA.2与早期的Omicron BA.1相比 BA.2似乎比原本的Omicron毒株传播更快 感染力更强 目前已有40个国家报告了 BA.2的亚型毒株 其中丹麦报告的样本最多 其次是印度 英国 瑞典和新加坡 由此可见 Omicron的妹妹早已在不知不觉中走访了世界各地 世界卫生组织称 她现在可能超过了早期的军株 在包括美国 印度 德国和澳大利亚在内的40多个国家 发现了约8000例BA.2的病例 在丹麦 BA.2发展迅速 在2021年的最后一周 BA.2已占据新冠病例的20% 到2022年的第二周 BA.2的病例上升至总病例的45% 按照这个形式发展下去 很有可能Omicron的地盘将被自己的妹妹逐步抢占 从Delta到Omicron再到现如今的Omicron BA.2毒株 新冠病毒自问世那天起便不断地自我进化 正如英国卫生专家称 病毒的本质就是进化和变异 因此可以预期我们将继续看到新的变种出现 所以现在来看 想要尽快恢复正常生活 应该只能寄大部分希望于疫苗了 就在这两日 辉瑞公司CEO Albert在接受N12电视台采访时说到 现在民众每隔4到5个月就要补打一次疫苗 这不是一个好情况 他透露道 辉瑞正在研发一种新的疫苗 希望可以覆盖所有新冠病毒的变种 人们每年只需接种一次即可 辉瑞公司于2020年底在紧急批准下推出了新冠疫苗 并于2021年成为唯一一家获得FDA完全批准的疫苗制造商 目前辉瑞也是唯一一家获得授权为12至17岁人群 提供COVID-19疫苗加强剂的公司 Albert表示 最快在春天之前 辉瑞可以研发出这种理想的疫苗 以结束人们每隔半年就要补针的局面 根据Omicron目前的传播轨迹 虽然很多专家都表示 这将是新冠病毒最后的疯狂 今年夏天新冠疫情可能将会彻底压火 尽管现在又冒出来个Omicron的妹妹 但辉瑞带来的有关新冠疫苗的好消息 让我们对于新冠疫情的结束继续充满了希望 面对已经持续两年之久的新冠疫情 世界卫生组织WHO目前似乎也已经麻木了 近期在一场国际卫生条例应急委员会的会议上 建议各国取消或放宽 现有的与新冠有关的旅行限制 称这些限制可能加剧与新冠相关的经济和社会压力 同时委员会表示这种旅行限制 未能限制Omicron变种的国际传播 这表明这种措施在一定时间内是无效的 WHO也指出其他旅行安全措施 如戴口罩进行新冠检测 隔离检疫和疫苗接种 应以风险评估为基础 以避免给国际旅行者带来过多的经济负担 眼看2022年都要过去一个月了 新冠病毒带给人类的影响丝毫没有减弱 希望真如专家所讲这是最后的疯狂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